今天我们来介绍一所史上最神秘的学校 它之所以神秘是因为迄今为止 关于它的报道非常少 另一层原因是 这所学校是全球首富马斯克创办的 马斯克曾公开表示自己小时候很讨厌上学 去学校学习规矩让他觉得是一种煎熬 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有同样的感受 在2014年 马斯克让他的双胞胎和三胞胎五个孩子 从洛杉矶的Moment School退学 要知道Moment School可是被称为天才摇篮的学校 智商需要达到138以上才能申请 Moment School宣扬的是为天赋卓越的学生 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 帮助学生实现各自的最大潜力 但马斯克认为 传统学校更多的是让学生遵守规则 教学流程更像流水件生产 让孩子拥有完美履历 参加丰富课外活动 掌握几门外语 却忽视了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马斯克还是决定用自己的理念来教育孩子 他聘请了一位认同他教育理念的老师 Joshua Dan Joshua也成为了这所学校的校长 如果讲解一台发动机是如何运转的 传统的教学方法会讲解螺丝刀和半兽的作用 以及使用它们的注意事项 这是很困难的方法 马斯克说更好的方式是向它们直接展示发动机 然后告诉它们如果想知晓发动机原理 需要把发动机拆开 拆的时候需要用到螺丝刀和扳手 螺丝刀和扳手的用途就显而易见了 学校的名字叫Ad Astro 是拉丁文 意思是通往星星 这个名字和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梦不能再契合 学校最开始规模非常小 最初的地点在SpaceX一间很小的会议室里 最开始只有8名学生 5名是马斯克的孩子 另外3名是SpaceX员工的孩子 如同拆发动机一样 马斯克也拆掉了传统教育的很多条条框框 学校取消年级的划分 为每个孩子打造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让教育更符合孩子的资质和能力 因为每个孩子的兴趣点不同 在不同时期的能力也不同 8到14岁的孩子在一起学习 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选择相应的课程 比如虽然大家都在学计算机这门课 但因为进度 兴趣不同 有的学生在学Scheme语言 有的学生在学习Swift语言 学校里的课程主要涉及数学 科学 工程学和伦理学 课程还融入了当下的前沿技术 孩子们可以接触到包括火焰喷射器 气象探测气球 机器人和政治以及AI等多种前沿课题项目 学校没有开设体育 音乐和外语课程 我们国内注重得志体美劳全面发展 将体育纳入中高考 欧洲的贵族教育也十分注重体育 不过Joshua Dan认为学校三点半放学 体育艺术方面的培养完全可以由家庭来安排 关于外语学习 马斯克认为实时的翻译软件会帮助大家解决语言沟通的难题 所以没有必要在学习外语上浪费时间 注意本选项对我们母语是中文的人来讲并不适用 英语作为国际交流的硬通货 还是要扎扎实实学好的 学校也没有考试 没有分数评级 而是通过给学生抛出议题 引导学生们主动探索寻求解决方案 Joshua Dan说 孩子们都希望能够有机会做出自己的决定 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激情 兴趣甚至职业生涯 他们想在一个成长农场而不是考试工厂里学习 我们的教育不能再停留在复制粘贴的模式里了 其实马斯克很小时候就有过一次创业尝试 他10岁起自学编程 12岁时开发了一款名为Blaster的游戏 便以500美元的价格售出 所以学校也将创业思想融入到教育当中 学校有虚拟货币Astra B 学生们会在学校里进行各种交易 学校每年会举办几次大型市集活动 当天各学生都有自己的公司 有的公司帮助其他学生设计网站 有的公司负责活动管理网站 有的公司经营区期线上订购 因为老板本人喜欢自己考区期 学校还会组织学生去高校进行演讲 培养孩子们的深度思考和表达能力 演讲结束之后 每位同学都会收到一堆卡片 观众会对你的演讲风格 演讲内容 说服力 热情等方面进行评价 有些反馈有时会非常直接 比较难消化 其实美式教育中对中小学阶段的孩子 一般是鼓励为主 严厉的反馈并不多 这也是很多美国人迷智自信的原因之一 但是具有真正强大内心的学生 不需要这些表面的鼓励话语 他们已经有足够的自信 他们更需要真实的反馈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成长空间 就像马斯克说过的 我的朋友会告诉我一切都很好 我真正的朋友给我严厉的反馈告诉我哪里不行 后来学校更名为Astronova一位星星 也有了独立的教室和专门的实验室 这种创新的教育方式吸引了很多家长征先申请 其中包括很多SpaceX的员工 但学校只招40多人 其中很多员工申请还都失败了 一份2017年的数据表示当年的录取率为3% 比同年哈佛大学的4.59%录取率还要低 在这样的学校学习 学生们的反馈是很喜欢上学 嫌弃假期太长都想尽快回到学校 当然也有人提出疑问说 这些学生毕业后继续接受正规教育 是否能适应传统的环境 不过这些不循规蹈矩的家长应该也不在乎教育的衔接问题 如何适应从来不是他们考虑的 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改变游戏规则 马斯克说 我们生活中总是倾向于用比较思维去思考问题 别人做过或者正在做的事情 我们也去做 我们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这样的结果只能产生细小的迭代发展 第一行原理思维就是用物理学的角度 也就是说一层层爆开事物的表象 看到里面的本质 再从本质一层层往上走 这需要锻炼我们的反直觉 反常识的能力 不得不感慨 当我们的孩子还在刷题报课外班 志在口亲北爬藤校的时候 创新教育下的孩子 已经用新方式新思维 为未来更好的武装自己 虽然我们没有马斯克的财富 以及社会影响力 也不太可能去设计属于自己的学校 顾应个性化的老师 但是我们可以成为有前瞻性思维的引导者 学习中 生活中引导孩子大胆创想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鼓励孩子关注身边及社会动向 培养孩子的思辨能力 不是要赢在起跑线 而是要赢在未来 我浏览了下Astronova的官网 发现学校推出了在线学习课程 官方消息表示 从2021年8月开始 Astronova将实现全线上教学 Joshua校长也表示 希望学校未来将学习资源开源共享 听起来是不是很兴奋 为了享受到这些资源 我们做父母的 需要做到如下两点 给孩子时间和空间去思考 培养孩子的思辨能力 当然 这对我们做家长的也有点不容易 少了一天班 回来还要和孩子讨论各种问题 而且还要深入讨论 需要父母做到精准 有有深度的引导 熟练掌握英语 说起学英语 我总是不由地感慨 现在的孩子真幸福 我是初中才开始学习英语 记得那时候除了正常上课学习外 我特别喜欢趴在录音机前 听英文词带 那时候我身边学习资源很少 那几盘磁带也被我听了不知多少遍 里边的内容被我背得滚光烂熟 现在的孩子呢 从在妈妈肚子里就开始磨耳朵了 无论是英语线上课还是线下课 和外教沟通也是毫无陌生感和压力 但是我依旧发现很多学习英语的方法 不是那么高下和科学 而且也有很多学习资源不被大家知晓 我以后会更新一些英语学习的心得 以及相关资源 在这边的学习的心得 这次是韩语的心得 是在这边就发现我 但是那些精识 也就是说 这样的学习的心得